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数据,截至10日晚上,美国过去24小时新增超过20万例确诊病例,远超之前的单日新增确诊记录。 同时,德克萨斯州确诊病例累积超过100万,成为全美首个迈过百万关口的州。 近一周以来,美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都超过10万例,而10日报告的单日确诊病例数字骤升至20多万,部分原因是当局延期发布数据。 根据报道,截至10日晚上8点30分,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达1023万8243例,累计死亡病例达到23万9588例。 较24小时之前,新增确诊病例20万1961例,新增死亡病例1535例。 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,11月10日,德克萨斯州成为美国首个新冠确诊病例超过100万的州。 这是美国人口第二多的州,目前累计确诊病例数排全美首位。 德州的新增病例数量在10月份有所上升,11月10日新增病例超过1万例, 自疫情爆发以来,该州已经有超过1.88万人死亡。 德州埃尔帕索有超过6.4万例病例,是该州疫情阵中之一。 在过去的两周内,该地报告了超过2.2万例新增病例。 此外,自疫情爆发以来,哈里斯和达拉斯是德州报告病例最多的两个县。 根据11月10日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, 截至9日晚上,达拉斯新冠病例大约占该线所有急诊病例的21%。 与此同时,全美多个州正面临着新冠病例激增的局面, 加州累计确诊病例排全美第二,超过98万例, 佛罗里达州病例超过85万例排在第三, 其他州的确诊病例都未超过60万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